梁安琪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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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都很關心 殘疾人士體育的發展 我這裡講一講 目前政府就這個 殘疾人士體育發展方面 所做的工作 在支援殘疾人士體育 體育活動和運動的推動 是本地體育發展的 重要工作之一 殘疾人士有很多途徑 參與這個體育活動 包括專為他們而設的 健身興趣班 暑期活動等 殘疾人士和健全人士 體育的資助 體育局是認可 體育總會包括三個 殘障人士的體育總會 開展大眾體育 經濟體育活動 都會獲得相應的資源 包括場地、設備、教練、 體育輔助人員 這方面 政策維持不變 但是在 競技體育項目方面 具有競爭性 競技體育是著重任務 達標和 投放額外的資源去促進發展 無論是健全的人士 和殘疾的人士的競技體育 只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和足夠實力 參加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 頒法規章所定的賽事 政府都會提供額外的資源去支持 鼓勵健全和殘疾運動員 去努力爭取這個殊榮 任何的運動員 只要達到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頒法規章 規定 也可以頒法同等的獎勵 在殘疾運動員的獎勵方面 也新增了技術輔助人員的團隊獎勵制度 獎勵金額提升 和健全運動員一次 以體現相見共融的原則 據我的資料 內地已經是一次 所以我想澳門也改成為一致 多年來過往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 現在也解決了一致 特區政府對殘疾人士競技體育項目的資助 只要是屬於國際殘疾人士奧林匹克委員會 簡稱IPC和國際智障人士體育聯盟 的競賽項目 在本澳具備發展條件 而獲得資助津貼 如果某個項目 未納入上述的競賽項目範圍 相關項目的運動員 未能給予這個津貼 在場的設施和輔助人員 仍然維持不變 去發展這個項目 我想今天 梁議員所提到的問題 其實就是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頒法規章 當他們兩個獎金頒法規章 改成為一個殘疾人士和健全的人士 獎金是相同的 現在在本澳的殘疾人士體育項目 是有乒乓球 乒乓球 游泳 田徑 和保齡球 在2016年 正式實施了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頒法規章 對殘疾人士的競技項目的資助 但只能夠資助屬於 國際殘疾人士奧林匹克委員會 和國際智障人士體育聯盟的競賽項目 我看到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 保齡球項目不是國際殘疾人士奧林匹克委員會 以及國際智障人士體育聯盟的競技項目 因此取消了關於保齡球的資助 梁議員很關心 因為這也是過往的一個項目 他們是有參與的 我覺得他們根據兩個以前的獎金規章改為一個之後 必須要符合國際殘疾人士奧林匹克委員會 和國際智障人士體育聯盟的項目才會資助 所以將保齡球取消了 在制度上 我想有時做一個行政長官都很困難 做決定、做承諾都很困難 在這裏面看到體育局 是有他們的規章制度去跟從 和國際的依據 我想是否可以想另一個方法呢 因為我知道梁議員是很關心殘疾人士的體育 那麼多個項目 剛才說了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田 勁多要支持是爭保齡球 我很願意會後跟你商量一下 我們是否可以動用一些社會資源呢 大家都是這麼熱心支持殘疾人士 我由我開始在澳門工作 我已經很熱心盡我的勉力去支持這些人士 因為我覺得他能夠融入社會 能夠去參與運動是對他本身非常重要 我們商議一下是否可以動用社會資源 大家一起去支持好的這個項目 因為體育局它有它的國際條例、本地條例 我想我們其實澳門有一個過去很好的傳統 不過大家現在可能因為地區的發展 很多體育運動都改了由政府的資源去支持 其實過往很多都是本地的有心人 有經濟能力的人 以及很熱心體育的人 不但參與 而且是參加那些活動的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所以我想如果體育局認為 這個保齡球是要剪掉出來才符合規章制度 我很願意跟梁議員 我們會後商量一下 我們用社會資源去支持好這班保齡球的極參與 因為它能夠融入社會 通過運動是很有用的 另一方面也是請體育局再研究一下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